好,回到新一集的超倫鬼才 又有尤姐,尤姐你好 你好,迪金比 說這麼快,我們又過年了 尤姐,有沒有買蓮花? 今年應該是不買得到的 為什麼呢? 我沒有花屎 因為今年又有花屎,減一半 不過很多租了一些店舖 就是租了一些店舖 哦,那些省的店 是啊,有很多租了 因為之前說沒有花屎 有花屎就等一半 還要限制別人進去 不過不要緊 最重要是說 如果我們要去買蓮花 是不是真的買桃花是最好呢? 就是望人園、印園最好呢? 我們選擇什麼花 或者很多時候我們聽說 蘭花很貴的嘛 是不是這些花真的對我們好呢? 其實呢,桃花如果自己本身是做大生意 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那些商場呢,它基本上 連年都有一棵很大的桃花在那裡 很大的桃花在那裡 是OK的 因為桃花代表人緣 還有呢,它那個 越開得多呢 它那個事業就越大 越旺盛 是的 大展紅圖嘛 它的意義就是在那裡 好啦,那其他花都有它的好處的 藍花都OK的 高貴啦,秀麗啦 這些這樣的現象 好啦,百合啊 也都是一種好的花 樣樣都對 這樣的意思 百合百合 唯獨有種花 希望大家就不要買了 我的記憶呢 就在2019年 九年或者是一百年那時候 都很多 是 即是說花屎那裡有的 嗯 是叫做 日本梅 日本梅啊 梅花 梅花 OK 很漂亮的 小小棵,很漂亮 OK 嗯 那它的名字已經不行了 是 我們中國人 你說迷信也好 什麼都好 好啊 看到梅花 一定梅 哈哈 一定梅 所以我建議大家 不要買梅花回家 嗯,沒錯 我們經常聽笑話 就說 買一杯很漂亮的桃花 在家裡 一到朋友家 它大概是一個梅花 哈哈 桃花和梅花 是啊 有些真的分不出來 有些開得漂亮的時候 你就會 不以為 那是桃花 是啊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忌 梅花呢 它是多反的 肯定百分百的了 是 而桃花呢 就有雙反和單反的 是有兩種品種 而梅花呢 就是一個球 細球狀的 嗯 向入屈的 桃花呢 是向外散的 所以呢 你看上去已經是不同了 而桃花呢 就是大枝的 是 梅花是細細朵的 嗯 而且如果你真的 就是你聽完之後 你都買了梅花 回家 那你的運氣應該挺差 是啊 就是那時候 鬼陰眼 我們經常都聽 梅花不好 我們經常都講笑 就說 喂 這個 劍蘭啊 菊花 拜沙 那些是否都沒有拜 其實不是的 劍蘭呢 反而是OK 它因為呢 步步高升的那個意念 嗯 是的 還有紅色 很多種色的 OK 它是一路一路開上去 由底下 一路開到高 有步步高升的那個意念在 嗯 是的 菊花呢 也是代表高傲啊 是嗎 是嗎 是的 是 我覺得不一定是拜生的 當然啦 你過年當然不會買白菊 OK 就是黃菊 是大黃菊 或者蟹爪菊 是的 有粉紅色的菊花 哦 有紫菊 這些的嘛 它現在因為呢 摺脂啊 或者加色下去呢 它的菊花是可以做到很多種顏色 是的 嗯 那是否以花來講呢 我們最好就是買一些大紅大紫的意象 嗯 是的 但其實如果你說大紅大紫意象 那這個不就是火焗呢 又不是的 哦 又不是的 因為呢 它不是一種color 哦 它是平衡的嘛 嗯 嗯 很多家裏不會單是用了紅色的花的 哦 OK 即是可能混合其他花 是的 它會加其他花的下去的 嗯 譬如你說 我買火百孝 是 那你會放一些黃菊 半了 嗯 再放一些其他的菊花 紫啊 藍啊 有綠色的菊花 是 嗯 嗯 或者是 藍花 你又可以加進去 而且紅色都不同的顏色 是的 沒錯 所以 不要以為 就是一個火焗 不是的 是 OK 那如果有刺的那些 是否就不好買呢 盡量不要 即是玫瑰也 那些不好 哦 那玫瑰呢 你可以切 即是全部刷掉 玫瑰你 不需要放那麼多 通常過年都很少用玫瑰 OK 好了 那過年呢 和它的名字都不好 梅 是 OK 又梅又貴 哈哈 還有一個就是 新年大家都會買回去的 水仙 啊 OK 為什麼 水仙呢 因為它是一種 又是有一種高貴 清雅 谷谷的感覺 是 是的 而且它 那個香氣呢 令到你全屋 那個感覺是很舒服的 但是呢 有些人呢 水仙 什麼蟹爪 那些呢 因為我們經常都希望 精雞是想向上的 它那些蟹爪的 有沒有影響呢 不影響的 都不影響的 原因就是 它蟹爪呢 將所有外面的 哦 放進來 其實我練練 除了今年 我練練自己都整盤蟹爪 有鏡子的 放在前面 吸回來 是的 所有的材 攬回來 OK 好了 還有一種呢 其實在新年的時候 都很多人買的 就是五代銅陀的黃金果 是的 那樣子是果實來的 是的 其實這種植物呢 是盆栽來的 嗯 它盛行了 不是很多年而已 是 頂曬的話 就七至八年左右 嗯 那它有沒有好處呢 因為我們它的五代銅陀呢 是拿著果實的寓意 因為它自己這麼大 而且腳仔 就好像變成五代銅陀那樣 沒錯 你說風水 或者效果上 可以不可以 其實它這個 壞的效果呢 我就覺得 不是那麼大 好的效果都OK 因為它那個 生長期都很長 嗯 你年頭擺到年尾 它都未必會 枯死的 是 即是不借的嘛 沒錯 但同時它沒有花 因為它是一個果實 沒錯 是的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你帶一些花 它能量最高的時候 就是它盛開的時候 嗯 就是能量最高的 是的 但是呢 同一時間呢 如果那些花 雕謝的話 你就馬上要換 是的 因為它的能量已經沒有了 是的 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都會說 這些花你一開 你不可以換 就算不是花 葉也好 就算你說 富貴粥也好 就算你說金錢樹也好 一開 不可以換掉 是的 即是說 你那段期間 在那個位置的氣場 是有問題的了 是的 沒錯 如果你不換 它一路一路 就算你怎樣剪 收剪 它一路一路都是敷下去的 沒錯 還有如果大家有看一些風水 或者知道 那個格局 其實一間屋 就代表你不同的位置 是的 就是你本人的人物 不同的人物 不同人物 不同的生命的位置 代表你錢 健康 就是whatever 或者人際 那個位置的膚位 就等於你 對應你本人的位置的膚位 是的 對應你本人的東西 那個能量的膚位 是的 沒錯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就算賣花也好 麻煩你全部都是鮮艷 真是新鮮 生命力強的 是的 你才可以放進去 沒錯 就算你說 我買一些 即是剛才你說的那些花也好 你都要符合以上條件 是的 如果你再講究一些 麻煩你 有時候很有趣 你買一些花花 永遠會有些洞 即是有些洞 即是有些洞 是的 是的 你最終是滅了嗎 沒錯 因為始終它們 不是馬上新鮮摘下來 摘完又要去packing 然後又要去樹床 是 才會運過來 所以呢 會有洞 那些現象 嗯 還有有時候 這個就比較不好 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新年 它會吹曲一些花 是的 選吹曲一些花 比較漂亮 但其實它開不到盛開 它就會死 是的 就是要看一看這個 你要看清楚 它有沒有雪過 是 又沒有用火機談過 嗯 有些是更加什麼的 要是用鹽 要是用糖 去整個筋部 或者支部 它是吹曲去成長的 因為它吹曲來賣黑色 是的 他就是想做這件事 所以這個 如果大家 尤其是新年 行花 你就要看看 第一 你不要賣錯花 剛才 你不要賣錯 第二 你就不要 焦的 可以馬上換 沒錯 還有 買完之後 放在哪裏呢 如果你有講究 就馬民油正 東南西北貨 在哪裏呢 尤其是會給你一個大支的 如果你找真正的 基礎 那是另外要計 沒錯 會給你一個大的東南西北貨 還有 有時還會說少少 就是我們群組 說少少的話 如果你那些的話 最好你的花盆 什麼顏色 都可以 提醒一下你的 是的 希望大家 過一個好的新年 是吧 大家 沒錯 大家就去看看 有什麼花 拍到漂亮的 什麼特別的 都可以在我們群組裡分開 因為其實呢 有些很有趣的 就是其他花 我也看到花絲 什麼人人花 什麼蟹爪 蟹爪 其實蟹爪 其實蟹爪 因為蟹爪 好像有點刺 但是呢 有些是很漂亮的 有些 有些是 根本是鹽 不過有些是紅色的 都會有 會不會是如意 沒錯 都會有的 那你說那些有沒有下 那些呢 其實可以拍過來 我們去談一下 是的 因為花更大 沒錯 我們不可以一概括而論 沒錯 你只要覺得漂亮 你就可以拍下來 是的 有些更厲害 有些人說 我花旁邊 它不是只有一盆花的 它有些什麼 小橋流水的那些 那些 就是成為一個盆景 做一個盆景的話 是的 我們也有 是的 那個盆景漂亮不漂亮 我們也有些什麼 梯田水不就好 如果 如果又不就好 如果你流出的 你就會破財 沒錯 所以如果大家 有興趣 可以大家聊一下 就發訊息 發訊息 發訊息 給我們群組 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